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12月7号这天 他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客户彭梅的家里 却没有想到这一次出宫 自己会卷入到一起恶性命案之中 来看今天的节目 到了之后我打电话没人接 把消息没人回 我一看从楼道里面看 看屋里面那个灯光是亮着的 我一想就肯定没走远 彭剑要见的这位客户是28岁的彭梅 因为都姓彭的缘故 彭梅和彭剑两年前认识之后 就一直联系的比较频繁 这次彭梅在家里装修 他就找到了彭剑帮忙 因为这一点 彭剑还认识了彭梅的妹妹彭小 由于彭梅一直没有应答 彭剑转而联系了彭小 我觉得很正常吧 可能就说忙着了吧 可是事情的发展出乎了彭剑的预料 等待40分钟之后 彭梅依旧是音信全无 彭剑只好离开了彭梅的家 这之后彭剑和彭小 一直在联系彭梅 可是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思来想去 这两个人心里边非常的不踏实 于是他们决定 去新房子里看个究竟 在彭梅失联近六个小时之后 彭剑叫上了彭小 打开了房门 结果屋内的情景 让两个人揪心不已 现场勘查表明 彭梅的新房子是两室一厅 主体装修已经完成了 房间内也摆放了一些简单的家具 彭梅就躺在主卧的床上 通过法医鉴定 身上无明显其他外伤 只有脖子上面有泪痕 他死亡的原因 就是因为窒息性死亡的 种种迹象表明 彭梅是被人杀害的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了 彭梅家人的预料 在这套即将入住的新房里 彭梅究竟是如何遇害的呢 民警对屋内展开了细致的勘察 首先警方发现 彭梅家的门窗 没有任何被破坏的痕迹 这也就是说 嫌疑人应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 进入了彭梅的新房子的 经过询问彭梅的家人 民警得知 新房中并没有任何贵重的物品 彭梅的衣服 跨包等等也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所以警方初步排除了 因材杀人的可能 因为报案的时候 就是报的是一次被强奸 当然我们就是不排除 强奸杀人的可能性 警方首先把装修工人 列入了侦察的视线 如此一来 案件的报案人之一 同样也是单身的彭剑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据法医的勘验推断 彭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案发当天的17点前后 按照彭剑此前的说法 这段时间 他应该已经是赶到了彭梅的家里 经我们这个调查 他在这个案发现场 从进入这个楼洞口 到出这个楼洞口 应该持续了在里边停留时间 应该有40分钟 所以他也有这个作案时间 据彭剑说 这40分钟的时间里 他在不间断地给彭梅打电话 发微信 始终不见回应之后 他又在楼道里 和彭梅的妹妹彭小 有过几次通话 而更让警方不解的是 彭剑的通话记录显示 从当天的16点半左右 他联系不上彭梅之后 并没有及时报警 直到22点左右 他才叫上了彭小 一起来到了新房查看 进而发现 彭梅遇害之后 才报的警 中间隔了将近是 5个多小时 不到6个小时 根据彭梅和他新房子的情况 案发时间段出现在 案发地的彭剑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首先他发现 彭梅有异常之后 没有及时的报警 他又有作案的时间 于是围着了这一点 警方展开了调查 但是这种怀疑 死者的家属认为 根本不可能 我绝对不会怀疑他的 我很相信他 因为我们认识好多年了 然后就是同性的 然后他也是对我比较好 在民警调查的过程中 彭剑表现得很冷静 而且对事情 经过了多次的描述 完全一致 民警也曾经对他的身体 做过细致的检查 到了这里 警方初步排除了 对彭剑的怀疑 与此同时 彭剑还告诉了 民警一个新的情况 他在当天下午 赶往彭梅家的路上 曾经接到过 一个由彭梅打来的电话 而这次通话 因为自己的误操作 恰恰被录音了 当时时间很短 就几秒钟 声音很吵杂 听上去彭梅的声音 很惊恐 仔细听 能听出来 彭剑快点 这段录音清楚地表明 彭梅当时遭遇了 比较紧急的情况 那么在那个下午 彭梅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他在家里 别人又是怎么进门的呢 稍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前面我们说到了 彭梅死在新装修的新房子里 而且死前 他还打过一个电话 向彭剑求救 可是这个陌生人 到底是怎么进入了 彭梅家门的 他又为什么要杀害彭梅 民警进一步问询 彭剑还提到说 他在彭梅家屋外 等候的那段时间里 曾经的有一名男子 从彭梅家出来过 等到我就是说 背着这个门的时候 我就把手机 就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了 然后突然间 就听到开门声 然后从屋里出来一个懒的 然后就把那个门 开一点点缝 这个跟刚好出来 就顺势把门关上了 原本以为屋里没人 可是突然出现了一名男子 彭剑说 他当时非常的诧异 就上前对这名男子 进行了质问 关上之后 我说你干嘛呢 他说我也做回修了 我说我姐呢 他说去那个对面建设市场 去买那个什么水管 彭剑说 他之前没有见过 这个装修工人 但是房屋装修 涉及的工种和人员比较多 所以他也没有过多的怀疑 简单问了几句之后 彭剑就让他离开了 身高啊 感觉就跟我差不多吧 我铁型 微胖型吧 也不是太胖 也不是很瘦那种 发肤那种状态吧 45岁以上 搬脱头 让我歇顶了 中间没有 警方根据此前 对死亡时间的推断 从彭煤屋内出来的男子 同样具备作案的可能 民警立即对案发现场的 监控物像进行了调取 监控显示 案发当天 彭煤骑着自行车 回到了小区 到达单元楼门口之后 他把自行车 停在了一处拐角 然后上楼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民警对彭煤上楼之后的录像 进行了重点查看 很快 在彭煤进入单元楼之后的 40分钟左右 一名从楼道内 走出来的中年男子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侦察员走访查明 这个男子 不是这栋楼里的居民 发现他是一个上身着棕色外套 下身穿牛外裤 下边是一个运动鞋 该男子这个身体特征 就是头发比较少 而且是一个 大概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这是彭煤给我们反映的情况 以及报案人彭煤 所叙述的时间 跟监控这个男子出现的时间 是基本吻合的 所以基本确定了 这个男子是有重大作案嫌疑的 一个陌生男子 他是怎么进入到了彭煤家里的 莫非他真的是装修工人 可是呢 一个装修工人 他跟彭煤能有什么仇恨呢 为什么要去杀人呢 从彭煤回家时的情形来看 这名男子并没有尾随 他会是警方寻找的嫌疑人吗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 进入了案发现场呢 民警随后对案发当天全天的录像 进行了调取 结果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监控上表明 该男子上午十时四十分许 进入该小区 一直到下午离开 期间多次进出该小区 进出该单元 这个男子每一次进入小区之后 都是直奔受害人彭煤剧度的单元 而且每次在楼内停留的时间 都长达一个小时以上 那么通过这个举动呢 我们分析知道吧 他是应该是在 就是在等这个受害人 有预谋 经过辨认 彭煤确定监控中的这个男人 就是当时从彭煤家中出来的那个人 种种迹象表明 彭煤的遇害可能和这个男子 有了极大的关系 警方分歇 这个人能够和平地进入彭煤的家里 彭煤和他应该是熟悉的 但是彭煤的家人却说 他们不认识这个男子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这个中年人 他和28岁的彭煤之间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民警决定对彭煤的社会关系 展开全方位的排查 他跟我说的也不太多 然后所以基本上他的事 我也不怎么问 据了解 彭煤是2011年来的邯郸 先后呢 做过公司的前台 房产销售和保险销售等等工作 在妹妹彭小看来 这些年里 姐姐彭煤承担了家里 绝大部分的生活压力 案发前三个月 彭煤特意辞职在家里 专心的装修房子 彭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她一心打造的新房子 竟然成为了人生的终点 由于是外地人 彭煤在邯郸的社会关系 并不复杂 民警排查期间呢 妹妹彭小提供了一条 特殊的线索 因为当时我想不出来别人吧 因为有一次我姐喝多了 跟我说过 那个人掐过她脖子 彭小说 她觉得姐姐彭煤 应该跟一名男子走得很近 但是她没有见过这个男子 更不知道这名男子的具体身份 那么这名男子究竟是什么人 她会不会和彭煤的死有关联呢 就在这个档口 您您发现 彭煤有两个经常登陆的微信账号 其中的一个账号 有很多朋友 这应该是彭煤用来日常交往 而另外一个账号 不仅单独设置了解锁的密码 而且其中竟然只有一个名叫 嘉欣的男性好友 由此可以判断 彭煤对这个微信很重视 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就在特殊的微信账号中 您您发现 在12月6号 嘉欣发给彭煤的语音 听起来就非常的可疑 这可能也是算最后的留言了吧 从始至终 为什么要骗我 我真的搞不明白 但是我现在刚才明白了 你太自私了 你为了你自己点私利 你来哄向我 你于心何人 你长得是不是人气 我们感觉到之后 这名男子非常恨彭煤 对彭煤起杀心的这个意思 这个微信名叫 嘉欣的男子会是杀害彭煤的凶手 进一步查看这个男子的朋友圈 民警找到了他的照片 照片长相特征 或当天在小区里出现的 最后我们最终的这名线 有一个体貌特征 非常像 当然我们又让彭煤进行的辨认 彭煤指认这名男子 这个自拍照片的男子 就是他当天下午 见到的男子 到了这里警方断定 彭煤这个特殊的微信好友 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只要查识他的身份 案件就能够真相大白 我们通过相关部门 然后查询了一下 这个微信号注册所用的手机号的机主 并且找到了这名机主 机主说他这个手机号 已经一年多没有再使用了 不过借助嫌疑男子日常发布的微信朋友圈 民警很快就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 发现发了一个朋友圈的照片 当时写的是到家了 回去休息了 根据照片的相关位置 我们感觉这张照片 就是在寒南大学北门 然后是对面的小区 高层拍摄的 为了避免惊动嫌疑人 民警身着便衣 来到了嫌疑人居住的小区 做侦查实验 经过实地查看 民警认为 嫌疑人的家 应该是位于这个小区居民楼的 8到15层之间 那么在接下来的调查里 民警能不能顺利地找到嫌疑人 他又为什么要杀死彭梅呢 这两个人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矛盾呢 我们说到了 通过一个特殊的微信联系人 警方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 随后民警对这个男子 所住的小区物业的人员 进行了秘密的走访 一个保安认出了他 说这名男子 就是他们小区3号楼 13楼的张鹏 民警已经掌握的信息显示 张鹏在12月7号的下午 回到小区之后 一直没有外出过 在进一步调查 张鹏具体居住房间的同时 民警也在小区的主要出入口 进行了蹲守 不久张鹏出现了 当天中午11点多钟 我们发现 犯罪嫌疑人从小区里面出来 我们随机上前对其进行抓捕 在抓捕过程当中 犯罪嫌疑人的手腕 向外流血 我们当时也不明原因 立即将其送到医院 进行爆炸 老张 喝酒了吗 喝了 昨天喝还今天喝了 昨天晚上喝的 昨天晚上喝的多不多 救治过程中 医生发现 张鹏左手手腕的伤口 是刀割之不行 据张鹏说 他曾经试图自杀 行动当中 这个嫌疑人员 对这个杀害这个受害人的事实 全部承认 并且在案发之后 写下遗书 表示自己也不想活了 在这个昨天晚上 进行了割腕 并喝了点酒 他以为能够死去 结果早晨发现 伤口 结肠 并没有达到自己 自杀的这个意图 警方在张鹏的家里 找到了他写的遗书 在遗书中 张鹏向家人和朋友 表示了歉意 同时 他还声称 是被害人彭梅 害了他 经过调查 彭梅28岁 外地人 而张鹏呢 50岁 本地人 他们两个人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至于 张鹏非要置彭梅 于死地 然后再自杀呢 审讯表明 张鹏和彭梅 是在2017年8月 通过微信认识的 张鹏说 那个时候彭梅 给他的感觉特别好 聊天一个月之后 张鹏提出 希望和彭梅见面 对此呢 彭梅并没有拒绝 此后的两个月里 张鹏和彭梅 经常一起吃饭 一起唱歌 渐渐的 两个年龄相差了 22岁的人 走得是越来越近 张鹏声称 两个人正式交往 半个月之后 彭梅开始多次 向他借钱了 他说 我父母到老家 给我买套房子 借了亲戚 帮他不少钱 需要还人那一部分钱 说你那有没有 有钱给我拿一点 张鹏供述说 彭梅此后 又多次以帮助 父母归还欠款 装修新房子 等等理由 向他借钱 前天是帮 我帮了之后 又跟他买了东西 反正就是 你把微信 给他转移钱 或者过生日 干啥 那就算 我大概算 13万块钱 他说的这个 我先不说否认 但是我肯定说 你得拿个真皮实剧出来 对吧 不可能说 你怎么说 就是怎样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肯定要说这些事 他可能就不高兴了 当天晚上发生了矛盾 通过张鹏手机中的微信记录 彭梅的语音 我们能听出来 当时张鹏就有用双手掐彭梅脖子的行为 让彭梅非常的痛苦 并且对张鹏产生了这种距离感 两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 从实施了暴力之后 尽管张鹏一直努力地向彭梅示好 可是内心里已经产生了恐惧的彭梅 却坚持要结束这段关系 僵持了几天之后 张鹏意识到已经无法和彭梅破镜统员 他向彭梅摊牌了 我说 你就把这个给你大盒的钱 还有这个手桌箱子给到我 平常要吃了喝了 就几千万元 我说零点那个算了 对 还有加什么钥匙 你给我就行了 他说 意思就是我跟你在一块等于出国 花你这点钱 要你这点钱 我不跟你在一起了 你还好意思再往回叫来 不就这意思吗 张鹏说 彭梅的态度让他非常生气 他想找对方把事情讲清楚 可是从那之后 彭梅真的完全断绝了和他的联系 无奈之下 张鹏说 他只能去到了经常 接送彭梅的小区里 蹲守 眼见彭梅依旧是不接电话 不回微信 张鹏再次去了彭梅居住的小区 在彭梅上次进入的房间的门上 他看见了一张水废催脚单 单据上房主的名称 竟然是彭梅 这让他瞬间的崩溃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彭梅以前说 是在老家买了房子 而不是在邯淡 就感觉这个气虫脑门 我自己不是这样认为 你在骗我 就是房子是在邯淡买 并不是在老家 完了就是说 你目的道道了 你可能就把我甩了 他自认为被这个女的 进行感情 包括钱财都被骗了 那么有一种 这个报复的心态 甚至更有一个 这个鱼死网破 这样的一个心态 愤怒让张鹏失去了理智 他固执地认为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不过据公安机关的调查请 彭梅购买的新房子 和向张鹏借钱 并没有直接关系 他的房子的房产证 上面显示时间 是在2017年8月之前 也就是彭梅跟张鹏 相识之前 就购买了这栋房屋 没有客观的调查了解 自以为是的 张鹏一步步把自己 逼上了绝境 他写好了一书计划 打算彻底地了结这段感情 在微信中 他向彭梅做了最后的警告 张鹏的愤怒并没有引起彭梅的重视 他依旧专心于新房子装修 12月72这天 当彭梅回到新房子的时候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心怀仇恨的张鹏 已经在新房子外面 等待了很长时间 更遗憾的是 彭梅进入家之后 并没有及时的锁门 张鹏趁机溜进了屋里 彭梅打这个电话是向报案人彭建求救的 可是电话刚刚拨通 张鹏就冲进了卫生间 张鹏和彭梅之间的这段相差了 22岁的隐秘的恋情最终是以悲剧收场了 对于这场恋情中的孰是孰非 因为彭梅的死亡已经无法求证 不过正如彭梅家人所说的那样 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任何的恩怨情仇都不能成为剥夺他人生命的理由 对于感情中出现的问题 要选择用合理的恰当的方式去处理 否则只能是害人害己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拍案 明天见 月嫂上门服务 却遭遇雇主遗弃孩子 他说 赵姐 你这样吧 那个先在这待 我过了几天我就来接你来 这一走 可好 就不来了 电话也不去接了 没人了 孩子父亲失踪 爷爷奶奶竟也不闻不问 但是他母亲就说 他们的孩子离婚 没告诉他们父亲 他们很生气 让他爸爸更生气 两年时间 两次上诉 月嫂打官司会有怎样的结果 想得简单一点 孩子我不要了 我过去给你 我可以过去给你 然后咱们一天 我一天天不出了 行吗 行 行啊 行 你确定是吧 确定 月嫂打官司 拍案 明晚播出 明晚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